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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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民署正事行救生园超时工作计划 认对因为救生园不足 泳池设施不可以全面开放的问题 不过工会说当局加设不少的限制 令到部分救生园未能超时工作 下只嫌嫌最好是去泳池游水 但救生园长期人手不够 不少泳客都试过掃兴而回 我也试过他只是开场方言那边 就变成人山人海 根本都游不了 经常都得回室内池 因为得过稀水池 其他就不开了 那会不会很掃兴 是啊 小朋友想玩水滑梯 真的不知道何时开何时删 每次都要打电话来 抵抗个宝费开不开 开我们才会带宝费过来玩 政府请立原总工会说 今年六月初只有十二个泳池 可以开放所有设施 工会向康民署提议 现职救生园自愿超时工作 填补人手空缺 去到今半月四号全民运动日 可以有二十五个泳池开放全部设施 条件是救生园每日超时工作 最少一个钟 最多三个钟 时薪是百多元 救生园只能在工作日参与超时工作 每日不能做多过十一个半钟 每星期不能做多过六十九个钟 也不准可以他们在例假 或者补假的时候做超时工作 不过最近又有设施 因为人手不够面能够开放 工会说在康民署 为超时工作津贴设限制 它定到可能要你开足才会给OTA 那些同事根本就不够人手去支援 达不到目标 其实基本上是拿不到政府所批的OTA 工会又说处方不断更改规限 最新是放宽去到开放部分的设施 都可以安排救生园超时工作 本身季节性救生园都预了 是一大笔的政府的公币去请 其实长连累了都射不到 其实现在只是把那些资源转移到 在我们公务员的救生园去帮忙开更多设施 去开尽量多设施 其实就是我们的目标 其实我先认为救生园是欺骗人的 欺骗钱的 或者我可能怕用不好的钱 如果你越多顾虑 这件事就越做不成 他说星期五再收到最新的指示 交给各区自己决定超时工作的安排 欺骗钱的记者 一流转欲不到 贺民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 已经分阶段推行一系列 补充救生园人手供应措施 希望今年永贵能够开放更多泳池设施 给市民使用 贺民署又说 安排救生园加班工作的时候 需要考虑成效 也都要考量以及平衡救生园的状况 每日公司设定上限 由八个半钟放宽至十一个半钟 避免他们过路 而全面开放的泳池总数 由6月的11个增加至8月的 头半个月最高达到25个 开放泳池设施的数目 由6月的110个增加至最多167个 增幅达到八成 近日平均每日 大约有140至150位救生员 参与特别安排进行御时工作 又说现时如果救生员御时工作 能够增加泳池设施的开放数目 无论泳池是否全面开放 都可以领取御时津贴 全体下 内地近期赛价急升 部分蔬菜甚至较去年贵超过一倍 有学者表示 是与早前高温暴雨天气有关 业家就预料赛价下个月中 才会恢复正常 在广州这间超级市场 货架上价蔬果充足 不过比较原价钱之后 发现差不多分量的青瓜 五月售价大约是3元人民币 现在就要近9元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 刚刚过去一个星期 全国二百多个批发市场 十几种蔬菜 每公斤的平均价格是4.97元 较对上一个星期贵超过一成 岸年更加是贵三成六 价格最多的有大白菜 番茄等等 而青瓜的价格更加是比去年贵一倍半 由菜商说菜价贵了明显影响生意 学者说菜价急升是由于7月初 湖南、山东、安徽等地出现强降雨 和雷布等的强对流天气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水灾 影响了当地的蔬菜生产、财收和运输 业内人士就预料菜价会在9月中逐步回落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道 星岛日报社论 安田文雄放弃连任日本首相 即时打击了日本跟随西方抢入中亚的计划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之后 美欧以至日韩都加强拓战中亚 要削弱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 并寄与当地丰富能源矿产 由于中亚亦都是中国一带一路 连通欧洲、中东的枢纽 中俄和西方在中亚博弈日吹激烈 表面可以带来区域繁荣 但是暗藏地区政治军事动荡的风险 中亚是俄国东面后院 关乎俄国向南连接中东和印巴等国 西方拉拢中亚可以加密围堵俄罗斯 打击俄罗斯在亚洲、中东的势力 亦都可以起到维艺救赵之后 助乌克兰和俄国作战 东方日报社论 楼市设立太迟 结果效果昙花一见 至今楼价仍然跌跌不休 而首楼更加要狂闭价先有成交 业主们可谓一壳眼泪 物业价格大幅贬值 难免影响物业贷款抵押品的价值 作为债权人的银行 为了保障股东利益 着手追讨贷款 更加有新盘发展商案合约 追讨贷定买家的差价 此情此景恐怕等不到减息 更多企业和物业投资被逼暴布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郑軒年 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黄色暴雨 警告信号近三个钟 天文台在清晨6点05分 发出黄雨警告 大雨集中在沙田、全葵、尼岛区等等 其中大埔区的雨量达到47毫米 黄雨警告去到早上9点取消 听门台说 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 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 今天天气大致多云 间中有骤雨以及几阵狂风雷暴 早早雨势有时颇大 以来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 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 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会逐渐减少 白来奥运期间 有运动员反映 现时资助计划津贴少 体育学院院长蔡玉坤表示 不应该将资助时作薪金 下个月会检讨代言安排以及晋升阶替 体育学院的精英运动员资助计划分六级制 最高级奥运或者世界赛奖牌得主 每个月有4万4千5百元 最低级的成年队只有7千130元 体育学院院长蔡玉坤强调 这笔钱不是人工 形容是对学徒的津贴 让年轻运动员可以专心训练 他说资助计划就好像金字塔 本质就是太弱留强 没有听到20个精英项目的运动员 要自己补贴资金出赛 如果我们有很多有潜质的运动员放弃 我们今天现在也未必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那三年他们就会一般来说升级 譬如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 今届奥运盧伟锋台拳道 他进入奥运的资格 他可能得到我们第五级的 我们叫二级的 大约11元至13元左右 其实都不算很高很高 但是他今次在奥运可以入到头八名的 在明年的4月1号起码会去到大约3万2千元 体育学院下个月会检讨资助计划 副主席郑永迅说会包括待遇和晋升机会 预料明年初会有报告 如果有新安排会在4月实施 前港队乒乓波代表 现在是乒乓港队总教练的李正认为 现时资源足够 对比我当年 我三千元一个月而已 我拿到牌 我整个月拿完牌都一万元 当时你觉得谁好不好 我觉得社会在这儿进步 新目标是有的 都是第一个要培养新人 还要是大力那只 大大力那只 他说欢迎政府增加对运动员的资助 形容是多多亿线 无线电视机者梁永祥报道 全体下 内地传媒揭发 有人出售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的个人资料 网上亦出现不少攻击运动员的言论 中国乒乓球协会说会收集证据 并且追究法律责任 国家队运动员早前完成巴黎奥运赛事之后回国 有大量的支持者接机 不少人拿着手机零距离拍摄 甚至是追着影 南方都市报报道说 近年内地体坛的支持者圈子中 代拍问题严重 即是拍摄运动员的高清照 然后转售给支持者逃利 而运动员到机场的代拍照片 售价由300到400元人民币不等 报道又说 也都有人以套餐形式 出售孙泳沙 陈梦等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的身份证号码 售价50元 内地饭圈文化盛行 即是由粉丝组成的团体 自发为偶重宣传 近年饭圈文化更加由娱乐圈蔓延至体坛 官方多次发文呼吁导拙饭圈乱象 中国乒乓球协会在星期六发声明 说饭圈乱象已经严重干扰 中国乒乓球队的正常训练和比赛 对运动员、教练和管理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 产生极其负面影响 又说会收集所有诋毁和欲骂运动员的证据 并且会追究法律责任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宾报导 东方日报社论 楼市设立太迟 结果效果昙花一见 市金楼价仍然跌跌不休 而搜楼更加要狂辟价先有成交 业主们可为一颗眼泪 物业价格大幅贬值 难免影响物业贷款抵押品的价值 作为债权人的银行 为了保障股东利益 着手追讨贷款 更加有新盘发展商案合约 追讨贷定买家的差价 此情此境恐怕等不到减息 更多企业和物业投资被迫暴布 明报社评 自从8月6日 乌克兰军队进攻俄罗斯赫尔斯克 周近两个礼拜以来 乌方宣布已经控制了 1,15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 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前线的部队 未见大规模回撤 仍然持续进攻 从军事上看 乌军对俄警突击 既未能殲灭俄军有生力量 只是俘虏了百几个俄兵 对乌东战局又未达到维艺救赵的目的 还犯了分兵的大忌 以攻入俄警的一万几个乌军来计 要顾守到守的俄罗斯领土都不够 黄论兼紫默斯科 剩下的只是振奋至新同西方金主士气 争取谈判筹码 希望俄国内部生辩等政治目的 但是这场政治战役 无疑是一场冒险豹岛 迎面并不乐观